相對像這個陣容上面可以放掉的 也許就是像中線或是 增翔金他們兩個人的外線 手大腳的輪轉 拿到球非常過 我覺得就是一個三分 防守衝到快攻機會 台灣捆受機要起飛了 Easy Basket 賽前其實有提過 我覺得就算今天沒有 曾文錦跟賽社福 對工程師來講也不一定好 來欣賞一下 張宗憲從後方偷襲 噴射機直接在主場起飛 張宗憲過去兩場比賽 其實我們專注看他的是他的防守端 張宗憲 這一個點如果投開的話 勇士會相當恐怖 不過我覺得整體來講 在進攻端做出的回應其實 不差嘛 張宗憲 個人第二顆的三分球 球沒有爬進 這邊球又掉了 辛特利 自己的轉換攻擊 交給他就沒問題了 截至目前為止輸20個 那這就是 我覺得當然前面提到的 不是賽社福跟曾文錦去抓籃板 但是他們幾個 最後四秒鐘 張宗憲要高難度的 這裡處理這一球 漂亮的Fightaway Jumper 打電動要組隊 對 這一球敲到了籃光 張宗憲的轉換攻擊 李佳若也沒有辦法成功攔截 這真的就是壓力啦 對 因為你在這種高強度的比賽 一顆兩顆沒進 張宗憲 你看他的舌頭啊 好性感啊 單場個人第三顆的三分球 台灣噴射擊 帶動了主場觀眾的氛圍 已經是這一場 中憲的第三個三分了 張宗憲 其實在今天賽前 原本想要訪問張宗憲的 可是他想要專注在比賽裡面 確實這樣比賽 張宗憲跳出來了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待會兒再回到決勝獎 烏迪